詞曲 李宗盛 平行學院 孫廣東 詞曲 李宗盛 今天是二堂課 講義應該一直在群組 如果在吃東西就不要念 我怕你會噎到 先吃完 沒關係 今天我帶兩個東西 一個是我早上去買東西 在便利操場看到的 十分鐘簡報技巧 其實這是一個老話題 並不是什麼新的話題 但是我每次看他都會忍不住買 不曉得為什麼他就會忍不住買 99塊嘛 因為他整理了很多 我覺得他副標題寫得很好 因為我是學氣管的 尤其專攻營銷的 所以這本雜誌 我看到副標題就買了 他副標題好像 同學幫我們看一下副標題 封面副標題最上面 幫我們唸一下 16個 16個句型讓你比TED的大師更新 對對對 16個句型讓你比TED的大師更細節 TED就是TED那個演講 那現在已經變演講的標竿 因為18分鐘內 如何讓人家精準清晰的接收到 你要傳遞的一個訊息 那是TED TED 樹立下來的標準 所以看到這副標題就 一定要買一下 那副標題下得很好 那內容其實沒有太多型的東西 但是他把它重新排練 然後做得很漂亮這樣 好 那第一個是那個簡報的雜誌 各位有需要有興趣可以參考 有時候是這樣 備而不用 就是你不一定最近要用 那你把它準備起來吸收起來 以後要用的時候說不定 就會派上用場 那Janny有常常上談嗎 需要嗎 需要嗎 需要 每個月嗎 每個月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其實有時候那個 太常簡報會變成麻痺 會忘記的 所以那你可能看一下 人家整理的 原來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那你現在在優化優化 我早上在我的微信群裡面 崔寧應該有在裡面吧 他說1.001 你有見到這一段嗎 看沒有 1.001乘以365 各位知道嗎 就是每天進步1% 然後365天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會變成300多倍 1乘以365 這其實不是這樣算 為什麼 因為每天1.001.01的增加 算是負利的計算方式嘛 是3700多倍 日本人也要算出來 他說如果你每天是0.99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每天少1% 一年後你會剩下0.03 只會剩下3% 這是很恐怖的 就是每天的進步 或每天的退步的意思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是我前兩年去發現了一個神奇的玩意兒 叫做一金塔羅 那這個很有趣 因為他是把一金的道理做成類似塔羅牌的概念 很有趣 那個因為最近剛好同學問到 那我剛好出門再抽集看 他出來給我看一下 所以老師他跟那個我們取了一樣補掛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把補掛的 其實補掛一點都不神奇 他是一金獎的規律 你看那個書就知道了嗎 他有一些原理跟步驟 那他現在只是把那個補掛的東西 變成了撲克牌 變成塔羅牌 就這樣 那那個塔羅牌就是一金的64掛牌 我幫幾個學生 他們問我過一些事情 很有趣 一個是問要不要結婚 然後就補掛什麼掛呢 龜妹掛 龜 龜來的龜 妹妹的妹 姊妹的妹 姊妹的妹 龜妹就是結婚的話叫大吉 叫他立刻結婚 非常有趣 那他當時的男朋友就問說 他不想那麼早結婚 這個 但是女生想結婚 他男朋友是問那個升遷的事情 很有意思 就是說 六十幾張扑克牌 奇怪 你怎麼就補到哪一張 就不知道 你問我也不知道 星辰這裡 他就會給你一些參考的指示方向 但是那個參考相信不明信 就一切還是你自己決定的 所以他會給你的參考 OK 好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來211 我們來看今天第一個字根 去經營一下PEDD PEDD是PED 腳的字根 那腳的字根在很多地方有出現 腳的字根 讓我看一下 下載最新的 好 然後順便意告一下 今天是22堂 對不對 分加2324 好 然後所以到時候 Yahoo說要統計一下 看到時候 各位中午沒有要去個參 好消息是我們下一輪 下一輪的場地贊助 已經有這個董事長要贊助 在松山火車站 有講過嗎 沒有 在松山火車站那邊 市值1億新台幣的場地 100多坪 還滿酷的 然後這個場地已經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講師 那講師剛好呢 之前都有來上過課的那個拳鋒 還有他的老師 Vanessa老師 他們之前在新北市開補習班 所以他們也都是當老師的 然後他們對這個自根的講師 後面把他接下去 繼續發揚廣大很有興趣 所以呢 我們有人有場地 那後面要延續就會更容易更方便 那我說那我之後當總顧問可以嗎 總顧問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都可以找我 我可以利用所有的資源 但是我不一定每週會出現 可能一個月出現一次這樣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把這個上課的過程錄下來 因為每次上完課就沒有了 這樣很可惜嘛 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人在線上 看那個公平課程的影片 越來越多了 現在我在師大上課 在南洋界上課 因為我每天講嘛 然後就欸 開始有人在看 就是跑來問問你 那第一級級裡面說到什麼什麼什麼 那是什麼什麼 因為平常他們的課是多一課 是其他的課 沒那麼多時間研究這個 所以他們另外願意撥時間去看 就會得到更大的收穫 好 第一第一 我們來看 跟腳有關 來一起練一下 Compete Compete跟競爭 就是大家來看誰的腳跑比較快 做一個聯想嘛 那當然還有幾個比賽啦 這個Compete是多一考試很喜歡出現的比賽 那還有什麼比賽 Ryan Race Race 什麼比賽 賽跑 速度的競賽 對不對 還有什麼比賽 Game 球類的比賽 還有什麼比賽 Contest 這個譬如說演講比賽 Speech Contest OK 就算好多種比賽 好 然後這個在老師的網站上 有比賽的這個統一制群組 各位可以參考 需要來拍一下 其實你知道127888 然後打Race 應該會找到一篇文章 就是講這個五種比賽 OK 好 PED 那更有趣的是 OK 還有另外一個 跟腳有關 那你可能沒有想到 來聽一下 Diabetes 好 Diabetes是什麼呢 是糖尿病 糖尿病怎麼會跟腳有關 原來 原來BET就是PED 然後PED B跟P代換 規則四 T跟D代換 規則一 所以 P的就是B T就是FOOT 原來就是FOOT 就跟腳有關 這麼簡單 OK 所以我們在那裡是Diabetes Diabetes Diabetes 那請問 你怎麼聯想 這個糖尿病跟腳的關係呢 跟你 吃多喝多尿多 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一直用腳走來走去 就這樣 OK Diabetes 那當你有聯想之後 就很簡單了 來一句 He pushed hard He pushed hard on the brake pedal to avoid a collision 好 所以這裡有片語喔 BRAKE PEDAL BRAKE PEDAL 叫做 煞車踏板 那踏板當然是用什麼踏 用腳踏 對 所以它的字根就是PED PEDAL PEDAL 所以像你騎腳踏車有那個腳踏板 也叫做PEDAL 因為它叫腳踏板 OK 下面延伸 來第一個叫CENTIPE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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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龜有一個親戚 各位有聽過嗎 叫什麼路 馬路 馬路的英文叫什麼 我在南洋街 被問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說同學 你看CENTIPE很簡單啊 CENTIPE代表100 是HELLEN嗎 是HELLEN 猜猜看 猜猜看 譬如說百分比叫做什麼 PERCENT CENT 譬如說美金的錢的單位 CENT 譬如說一世紀一百年 CENTURY OK 這樣是不是百就出現了 OK 很簡單 那PED不是腳嗎 所以無功幾隻腳 100隻腳 好 那你說老師那馬路呢 馬路比武功厲害 幾隻腳 1000隻腳 所以馬路叫做 來一起聽一下 Millibit 因為Milli代表1000 後來的百萬叫做Million Million 因為1000給1000 1000給1000 那早上因為這個樓下門 鎖住還沒看 所以跟HELLEN在樓下聊一下 好 其實到處都是資源跟機會 所以HELLEN來介紹一下 你是做什麼東西的 他是看我們的新聞報導來的 就是之前雅虎幫我們寫新聞稿嘛 然後就看新聞報導 你是做 是做 數位相機 業務 所以要買數位相機找他 方便講品來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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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能 那個很好的很好的 我這一輩子第一個單眼相機 就是你們公司的 在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高尺啦 因為你有和復興商工嗎 那我們有攝影課 攝影課規定要我們一人買一台數位相機 不是不是單眼相機 那時候還是用正片 用那個底片膠卷那個年代 你看那個什麼年代啊 你們現在有用過底片的舉個手 都有喔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們都有用過 好像跟我差不多年紀 我想說應該沒用過 還用正片拍那個投影片換那片 那時候高一耶 一台佳能的EOS100 我還記得編號 現在EOS多少了 700 我那時候買100 EOS100 當時我高一的時候 一台一萬多塊台幣 很貴耶 很貴 但是因為人家說 品質還不錯 我買那個機身 但是買不起那個鏡頭 因為鏡頭太貴了 那鏡頭一個三萬五萬多少萬 所以有一些很厲害的鏡頭 但是它有那個副牌 就有副牌 就買這個的機身 然後我們用副牌的鏡頭 效果不會太差 那時候 像這樣高一的時候 所以他們現在也進步了非常非常多 有數位相機需求找黑痕同學 應該有同學又會在玩 私訊 私訊 不方便公開 所以就私訊作用 然後所以來這裡是Miliped Miliped Miliped 是什麼呢 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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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看 因為還沒上來 在樓下聊了幾句 又多了一個資源 又多認識一家公司裡面的 這個同學 然後他就問我 老師 那我們之後如果公司裡面有需要內訓 當然可以 因為之前就講過了 歡迎 好 來下面一個 這個應該是義大利文 如果你記錯的話 以前也叫Pedalo 腳踏船 如果你去過新店 新店那邊有個壁壇 壁壇那邊有踩 踩 踩水的腳踏 腳踏水車 是嗎 你可以踩 然後你就會前進 它會做成一隻牙子的樣子 那就就是這個東西 這裡就是Pedalo Pedalo 下面幾年 Pedalo 叫麥 叫麥 哀戶兜壽 哀家哀戶兜壽 OK 所以Ped 其實Ped就是誰 就是Food 所以結論 Ped就是Foot Foot就是Ped 然後再把它變成什麼 Ped 就這樣 所以你以後再看安置自根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怠還 幫你破解完畢 好 二一二 老師 那你剛才不是才說Ped是什麼 是腳嗎 那腳跟小朋友有什麼關係啊 前面同學 Ped 跟小孩有什麼關係 腳跟小孩 瞎聯想一下 小朋友要學走路嘛 對啊 所以台灣話有一個俗言語叫七座八八九幻黑 有沒有 就是七個月的時候會坐 八個月的時候會爬 然後九個月的時候會發牙齒 然後十個月開始想走路 扶著桌面走 好 我們家大兒子真的每個人真的不一樣 我們家大兒子是一歲多才會走 然後他爬的時候很好笑 可是我們那時候又有點擔心 什麼意思呢 一般人家爬是怎麼爬 是不是兩隻腳這樣 對不對 我大兒子不是喔 他左腳都不會動 所以他是拖著左腳然後右腳這樣爬 我說欸這會不會左腳有問題啊 可是看他平常用還好都會不可以活動 然後所以那時候擔心了一下子 然後後來還好正常 就是說他一歲多才會開始走 後來一歲左右開始扶著桌子 欸好像蠻正常的 然後後來就正常走 小的九個月就可以人家站起來走 九個月 九個月 不要一直站起來 在那個嬰兒床上面就一直站起來 所以小朋友會學走路 那台灣話另外一句 阿不會要走 就想要飛 對吧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一步一腳印的學習走路 來一起聽一下 所以PED變成跟這個小朋友有關係 所以在醫生的專業裡面有一個專科 叫做什麼科 小兒科 小兒科就是專門看小朋友的嘛 來請一下Pediatrician 其實台灣這個專科好像並不是那麼明顯 偶爾會有 通常牙科比較明顯 牙醫診所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叫做耳皮喉科 通常的診所很多叫加醫科 我上次看到一個醫生的招牌 他寫小兒科 但是他上面就寫什麼 糖量病 高血壓 心臟病 皮膚病 胃病 自律神經失調 他寫小兒科 但他大概什麼都看 我說這到底是什麼課 通包嘛對不對 還有再唸一次下面這個Pediatrician OK 好 下面 American Psychologi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and Pediatrician noted for his research on child development 好 他對這個兒童發展方面呢 特別特別有研究 來下面一個Pedagogue 好 這個有人把它翻譯成學鳥 學鳥 學鳥 都聽過嗎 學鳥是什麼意思啊 這樣 有好有壞 一百一點還有嗎 嗯 是什麼意思 好像有好有壞 好 但是這個人 哇 這個 在某一個 這個領域呢 可能非常專精 好 那但是Janny剛剛講到另外一個 一百一點 在另外一個翻譯上面就是 他可能比較老派 比較老派 你看 教師教育者 裝博學者 這樣就不是很好了 OK 所以都是有好有壞的 老學鳥 感覺那個老學鳥都要戴個眼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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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字呢 他們會研究一天 一個字 好 研究那個 因為以前各位知道嗎 以前的書是沒有標點法號的 所以古代人讀書要自己做那個巨鬥 下雨天流客天 天流我不流 網路上有這個嘛 好幾個不同版本 巨鬥不一樣 意思完全不一樣 結果呢 聽說 喜歡朱熙的人非常感謝他 從啊 朱熙那個大家 幫我們標了標點符號標準版 他有點像現在的國立編譯館 幫他標一個標準版 但不喜歡他的人就說啊 他根本亂標 好 所以他這個 Pedagog 說 賣弄有學問 誤導了以後幾百年幾千年 就不喜歡他的人 會這樣講 當然就是學術討論 都可以再進步 然後下面一個 Pedagogically 跟 Pedagogically 最後一個 Pedagogy Pedagogy Ped 代表這個 腳 後來變學習法 教育法 還有小朋友的一次 來 二一三 如果你有朋友 要考托弗亞斯 這個就很重要的一個字根了 你請問一下 Petroleum 一句 This land This land is rich with petroleum 下面 petrolic petronoi 他是petroleum跟paranoi 何必變成的 paranoi是那個 口框症 那petrol是石油 石油 石油真的是石跟油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petrol 石頭的這根 加上oil 油的字根 所以石跟油 石跟油 叫石油 真的這樣來的 最後一個叫petrologic 岩石學 各位有沒有做過捷運淡水線 有吧 淡水線到士林 士林下一站 箭台 箭台是前一站 對 枝山 再下一站 祈禮岸是不是 那邊有一個 枝山岩公園 如果你有去過的話 因為我之前聽說那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師父 會幫人家整齊 所以會有去過那附近 那邊有一個枝山岩小公園 但是非常有趣喔 士林是靠近山的地方 對吧 上去就有名山了嗎 所以他是山喔 山邊 可是那個小公園的石頭 petrol 來再一次 petrologic petrologic 那個小公園的石頭上 有很多的貝殼 怎麼會這樣 以前怎麼樣 在海底 所以表示這一塊陸地本來以前在海底 然後可能因為怎麼樣板塊的堆積堆積 或擠壓 慢慢被擠到這個市里那個地方去了 變成在山邊 陽明山旁 這很有趣的啊 應該去研究一下那個貝殼到底多久了 專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OK 其實真正的學問都在我們身邊 都在我們身邊 上次不是有拿我的那個碩士論文嗎 那個論文也是個意外 怎麼說意外呢 是剛到英國的時候 我在語言中心上課 學校安排了一次我們叫 excursion 校外 教學 EX 外面 CUR 轉動 到外面轉一轉 來這裡人家 excursion 變成校外教學 所以學校就安排了這個 然後就到了一個這個叫 Blinking Hall 在這個東英格蘭很有名的 國王16世紀國王的夏日行宮 然後到這個地方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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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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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們現在開放 你可以週末去野餐 好 裡面有這個 國王跟 皇后的很多的 這個 佈置跟裝飾 就這樣 好 為什麼聖誕藍工leg 在這裡 大家可以辦活動吧 好了 好 裡面都是幾百年的古蹟 你看這下雪多漂亮 這前一陣子 有部電影有沒有看過 非常öhem 那我想起另一部電影叫 昴虹山莊 是講一個那個古堡的 就是在英國到處都是這種房子 它裡面就長這樣 非常古色古香很有古典味 那16世紀基本上你可以跟誰去聯想知道嗎?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好莎士比亞 這就是很傳統的 我們有在這邊拍照 就好像是他的這個其中一個小門 正門進去的地方 現在這一個後代家族相關的親戚 還住在裡面 他們住在這一棟房子的可能是右邊 我們古代中國的話叫右鄉房 或東鄉房、西鄉房 就他們還住在某一塊這個裡面 那個地方不開放餐館 因為他們住在裡面 其他地方全部開放餐館 所以你可以買個門票 比如說300塊台幣 然後進去逛 然後就看16世紀、17世紀、18世紀的東西 那我的收視論文其實是個意外 為什麼? 因為本來我們去校外教學 然後就進入有一間房間 這個是女主人的房間 這個女主人的房間非常有意思 因為它上面貼了很多中國壁紙 中國壁紙 這個是應該比較日式的 有一間整間都是貼中國的壁紙 那時候我們的這個 這一張我有拍 你看這個從衣服看出來哪一朝帶嗎? 應該是清朝對不對? 所以這是清朝傳到英國的 打開讓各位看一下 看起來是清朝的 清朝的官府 這應該是為了大人 當官的大人 所以它整個牆壁上都貼這個 那時候我們的語言中心主任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們自己會念藝術史的 應該要有一個人來研究一下這個 那快到一年以前的事了 我當時並不以為意 但是沒想到在心中種下的一顆種子 他就這樣講講了一句話 然後他就退休了 他那一年就退休了 因為他教了三十幾年來玩 當教授 他是英語文學系的教授 他就講了一句話 然後裡面應該有人來研究研究嘛 好 就這樣 結果呢 後來我就在想我的碩士分文要寫什麼 想了半天 想了幾個很爛的題目 因為我在台灣念哲學嘛 那我想說念藝術史哲學 藝術史跟哲學中間的橋樑 叫做美學 所以我想了幾個很瞎的題目 什麼康德本學之研究 這個是最安全的題目 因為反正就是理論研究 很簡單 結果沒想到被老師打槍 老師說你這什麼題目 這個很難寫 沒辦法寫 我們要具體一點有東西研究 想了半天快想破頭的時候 然後突然想起R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Chinese wallpaper 中國壁紙 然後我的老師就說 嗯不錯 你去看一下是什麼年代的 因為我的老師專攻 十七世紀英國的藝術史 所以我去查這個年代 哎呦剛好十七世紀 然後就問我老師說 老師這十七世紀耶 要不要我來寫這個題目 他說很好 你又是亞洲人的身分 那你剛好研究一下這個Chinese wallpaper 那你哪來的 因為英國人的身分 他看不懂很多中文資料 那我看得懂很多中文資料 所以我就用我的優勢 去找到很多資料 他們找不到的 寫了我的落文 所以有時候很難講 很難講 不小心出現了 快要一年前種一下的什麼 種子 一年後發芽了 來 宇美人有寫過一本書嗎 他說你永遠不曉得什麼時候 會用到你學過的東西 就像各位來上字歌課 詞緣課 你永遠不曉得你什麼時候會用到 說不定有一天突然 靈光一閃 哎呦 Kerry老師有講過這個 好 那就很隱趣了 好 來我們聽一下這個字 來我們聽一下這個字 來聽一下 Fyntafugus Tafugus 好 所以第一個Fy 第二個Ta 第三個Fy 最後Goes OK 所以這裡是Fyntafugus Fyntafugus 切 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Fyntafugus Fyntafugus 所以吃草的 吃草的 好的 例句我們聽一下哈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the plant reduces Speaking of this Fyntafugus Fyntafugus of the Lexford origin 此外 此外 植物減少 對那些食草類動物而言 也缺少食物來源 這句中文怪怪的 In addition the plant reduces Speaking of this Fyntafugus Enamus Fyntafugus 英文也怪怪的 我來查一下 看這韓詞來了嗎 我因為這個字很少 對這韓詞來了嗎 EG the plant reduces Speaking of this Fyntafugus 植物減少 對 好 各位中文看懂了嗎 他的意思是說 植物不斷減少的狀況 因為現在人類的這個 棲息地不斷的擴張嘛 所以像那個亞馬遜森林 每年百分之多少的速度在減少 10還是15 幾年後就沒有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 跟他說植物減少 這個狀況 對食草類動物而言 會變成缺少食物來源 OK 這個中文應該要白話一點 所以來 此外 食物減少的 狀況 將 造成 食草類動物 食物來源的短缺 會比較容易解一些 對好 食物減少的狀況 將造成食草類動物食物來源的短缺 比較容易解一點 好 所以你看喔 連中文有時候就怎樣 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寫中文你不一定看得懂 因為我認為的跟你認為的有一個 gap 只要知溝 知識的 knowledge gap 知識中間的差異 因為我以為你看得懂 結果你看不懂 那何況是翻成英文 何況是翻成英文 所以我把這個英文改一下 the plan reduces may cause the plan reduces may cause 我覺得比較保守一點 不就可以了 leg foot origin leg foot origin offoot origin for 我到時候這個檔案再發音 隨便各位好 phytophagus andose 然後把這個osso 噴到 好,這邊來 好,我們再保守一點 此外植物檢討的狀況 可能造成 可能 因為我用了一個字叫魅瑪 所以來我們改完的版本 需要讓你再拍一下 今天我再重新傳這個更新版 In addition, the plant reduces may also cause lags of food origin of autophagos and ox 好,好多人 OK 好,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字叫做 dysphagia 可以請問一下 dyspha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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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咽困難 因為這個是吞嘛 跟水有關 那dys其實就是誰 bis 因為母音可以代換啦 好 所以這個講我們可以修行一下 dys切開 fey切開 然後後面這個 dys 90 bis OK 好,最後一個啦 一起點一下 zoophagia zoo是動物啊 所以動物員不是叫zoo嗎 好,那 zoophagia吃動物 食肉的 我們順便補充幾個字 好,補充吧 我們去休息一下 這個草食性 我們可以用herb herb 然後加上i連接 vore 來稱一下herbivore 這個字叫草食性 herbivore ok,herbivore herbivore 欸,變什麼性 肉食性 因為跟肉有關 來,一起點一下 carniv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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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肉食性 有草食性 我們剛才看到一個東西 carnivore carnivore 我們剛才看到一個句子 這句話很有趣喔 Lines are the forest, rabbits are not 好,一起 Lines are the forest, rabbits are not 這兩個字 中間要分號連接 獅子跟兔子 網路上有一個文章有看過嗎 兔子偷聽到老虎跟獅子在講話 然後我問獅子說 你很無聊 一天到晚在那邊吼來吼去幹什麼 到底這麼吼有什麼用 獅子說 我這樣天到晚吼 這樣吼了 大家才知道我很威武 對不對 萬獸之王 是我獅子 不是你老虎 就兔子偷聽到了 兔子想說學了一招 所以他回到他的身體怎樣 開始吼 但你請問兔子吼出來是什麼聲音 跟獅子絕對不一樣嗎 就最多兔子被野狼給吃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來,雅虎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有些判斷好自身的條件 再來看別人是靠什麼條件 打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不要亂模仿 亂模仿會出人命的 就這樣 這是那個龜兔賽跑的故事 後來那個 兔子不是又約了一次嗎 那個 可是還是數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烏龜把目標設定在一座島上 要游泳過去 所以烏龜還是贏了 所以目標很多 選擇就是選擇比努力重要 OK 然後剛才有草食性有肉食性 最後 休息前 來一個什麼 OM-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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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這個 OM-NIM 沒有那個I 來聽一下 OM-NIM OM-NIM 來聽一下OM-NIM OM-NIM 其實這個OM-NIM是什麼呢 是全部的意思 在基督族的眼中 神是全能的 神是全善的 OM-NIM OM-NIM 如果你把後面幾個字去掉 你就會發現 你看 第一個字就是 來聽一下OM-NIM OM-NIM 有沒有看過金凱瑞言的哪一部電影 王牌天神 他就罵神 罵上帝嘛 然後上帝就說 好啊 那你這麼厲害 讓你來找幾天上帝看看嘛 結果每天收到幾千萬封報告 不想要怎麼整理 當了神 才知道神不好當 所以在那裡說 OM-NIM OK 好 我又想起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去拜拜 在拜那個觀世音菩薩 拜他一半 突然看到旁邊有一個人進來 跟著他一樣 跪在那邊拜拜 這個人怎麼長得那麼像觀世音菩薩 就跟上面那一串觀世音菩薩 怎麼長那麼像 長那麼像 他就有點不做好奇 我要說 請問你是 他說我是觀世音菩薩 他說那你是觀世音菩薩 你怎麼還在拜拜 拜觀世音菩薩 然後觀世音菩薩說 求人怎樣 你看 不如求己 還是靠自己 這有效 天助自助者 英文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你看 馬上又連到一句話 來一起 God help 講完休息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休息一下